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极度说球 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广东南拉和广煞的这场CBA来赛的焦点之战 那么在昨天的这场比赛当中广煞队是赢得相对比较轻松 哪怕他们在第一节损失了自己的绝对核心孙明辉 但是依然是以12分的优势战士了广东南拉 那么说这场比赛输球之后,整个广东最大的问题我觉得还是出现在两点 第一个是失误,第二个就是三分 尤其是他们的三分球,其实失误的话广东历来是相对比较多的 因为他们的进攻回合数比较多嘛 那上赛季广东队的场军失误次数就在联盟当中排在第十位 中等偏上的一个位置算不上特别的优秀 更多的比赛节奏意味着你有更多的失误 其实广东就是一直喜欢跟对手来打对冲的球队 他们本身的阵容深度要比对手好,这个是不怕的 关键是自己的三分球命中率 全场比赛40次出手三分球,仅仅命中9次 命中率不过22.5,尤其是在整个上半场 他们的命中率从来没有高于过20%,徘徊在15%左右 下半场稍稍好练,达到30%左右 那么快攻三分球,这是广东队的一把利器 但是现在看来,在第二阶段开始之后 整个广东队的一个三分球命中率如此低迷 是让球队比较担心 而赛后赵瑞也是直接摊排 表示无论是场所的天气还是这个场馆对于球队的适应来说 都是存在着一个很大的问题 这或许也是导致整个广东南辆外线投不开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因 毕竟从浙江的珠季到吉林的长春 可以说双方两个地方的整个温差最高的时候 是能够达到25度的 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 无论说是在场外的环境适应 还是场内的环境适应方面来说 对于广东都是这样一些南方球队的都是提出了一定的挑战 当然很多人会说 你看人家广煞似乎他们也是南方球队怎么就不受影响 首先第一点 广煞本身的话 他其实也是受到影响的 本场比赛 他们的命中率只有29% 也是不到三成的 那熟悉篮球的朋友应该明白 不到三成的三分球命中率绝对三不成好 甚至连及格线路打不到 但是广煞也好 包括辽宁对吧 其实他们如果说你真的太冷的话 外线手缸也是凉的 以及其他一些强队 像手缸 这些球队他们不怕什么 他们为什么不太怕这个问题呢 因为他们在内线都有强点的攻击点 对吧 你比如说像辽宁队的韩德军 包括广煞队 人家有胡金秋 包括这个像山东队 北京队 他们在内线都有强点 陶汉林范子明这样的主攻点 但是广东目前来说 你内线真正具有强攻能力的球员并不多 那我们看到本场比赛 其实一键连的整体表现还是相当不错 后场拉拔保护的非常好 但是他的手感也很差 全场比赛作为一个内线区员 命中率不到40% 但是得分还是可以 为什么呢 内线打得多 本场比赛一键连是全队 罚球最多的球员 所以说靠着一键连在内线的生凿硬考 对吧 广东队一度把分差缩小到只有10分以内 从一个接近20分的分差缩小到不到10分 但是这种打法对于一键连 无论是他的年龄 还是他大伤之后的这种身体 都是极大的一个消耗 所以说这种打法是很危险的 但是你外线打不开的情况下 你又只能打内线 然后在内线的话 真正能打的又只有一键连 许新毕竟太年轻了 所以说这就会导致一个恶性循环 球队可能要为了赢球的战绩 就会过度的消耗一键连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 那整个杜丰 虽然说这种消耗 可能会让一键连近早的打出状态 打出比赛的感觉 但是那么杜丰也绝对不能够太过于高兴 因为这种感觉来得早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他同样会增加你受伤的一个风险 如果说在常规赛阶段 进行一个过度的消耗 导致再出现什么样的伤病问题 或者伤情出现反复的话 那就是得不偿失的一个问题了 所以说对于整个广东南来说 依然是需要现在尽快的找回外线的手感 一方面 外线始终是广东这支球队最核心的进攻方式 另一方面的话 那对于一键连这个球队内线的定海神针来说 千万不能够在常规赛阶段消耗的太多